我有很多類眼型的客人會問我 明明平時他用了一些很厲害的眼線筆 都一定會用 但為什麼你今天髮完妝是沒有用的 其實我用的東西和你用的東西一樣 Hello 化妝師Kubi 隔於再瘋利的 都遇上一個不懂得用的人 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今天會是我最喜歡的眼線產品 加三個令眼妝容的常見錯 好 現在開始說令眼妝容的第一個常見錯 化妝前用的護膚品 混合到眼睫毛和眼線的位置 因為大部分的護膚品都會有油份 特別是眼霜 這些有油的東西混合到眼線和眼睫毛的位置 在眼睫毛的表面和眼線表面有一層油 就會令之後的底妝產品和眼妝產品 吃不完在皮膚上 再加上油是一個非常好的溶妝產品 你想想你化妝前就先塗了溶妝產品 在眼線和睫毛液會咬不住皮膚 滑走 然後就會溶到整個眼底 所以如果你平時很在意自己有很多眼紋 化妝前塗一個很厚的眼霜 而那些眼霜九成都有油份 之後你的眼妝容的機率就會相對高很多 然後你就會說不,但我的眼睛真的很乾 其實你可以照顧眼霜的 你不要塗到眼睫毛 以及不要塗到眼睫毛根的位置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再一晚塗了一些好潤的眼霜 或者cream在眼睫毛的範圍 記得早上都要洗乾淨它才可以化眼妝 第二個最常見的錯誤 就是我們化妝的時候 近眼睫毛根眼線的位置 是沒有上粉底和碎粉 然後你就會說,原來粉底碎粉要上到這麼貼的 其實底妝產品的作用 除了是調節我們臉的血氣、遮瑕之外 是令到之後的彩妝部分 食色食得更加好在臉上 所以如果你說眼線的位置沒有粉底在 你之後滑上去的那條眼線 是會比較難吃得十個皮膚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眼睫會出油 會有淚水 如果你連眼睫毛根的位置 都沒有放碎粉去做一個控油 或者做一個定妝 它就會很容易讓你的油、淚、汗 融掉眼線 然後融掉你的節目 然後你的眼睫就會變得更好 第三個常見的錯誤 是不適用於所有人的 只是用在眼油問題比較嚴重的人 就是如果你本身眼黏、傷眼皮疊 那些位置是出油出得很重要的 化妝之前就最好薄地塗一層控油的產品 然後再加上粉底和碎粉 你之後眼妝因為你眼油問題 融的機率就會大大大大大大大減低 這一個就是我平時最常用來做控油的產品 這支可以用一點塗在眼睫毛根的位置 其實是會很好的 然後第四個令我們眼妝融的原因 你就要想明明只有三個 為什麼你又有四個 其實第四個不算是一個錯誤 它是一個先天的影響 就是你的眼影上眼黏和下眼黏 每一下眨眼的時候 它們會有一個很親密的接觸 我說的那個親密的接觸 不是我們內眼線滑滑滑滑的位置 碰到大家 這是一個正常合眼的現象 我說的親密接觸是 你合眼的時候 你上眼黏的皮膚 即是有毛孔的位置 是會完全碰到你下眼黏的皮膚 有毛孔的位置 這類眼型通常都是眼皮比較硬 即是你直望鏡的時候 眼睫毛根是會沒有了 再加上本身眼睫毛是相對稀疏的 眼睫毛也是一個隔著的 相對稀疏的話 你上眼黏和下眼黏 它基本上是會堅持碰到的 你堅持碰到 再加上有眼油和濾水的問題 所以會變成你每一下斬眼都會不停 電到它 插到它 有溫度 有油 有眼水的磨擦 這一類的眼型 如果你要畫眼線或者睫毛液 是極度十分容易用的 不論是你做齊了我剛剛說的所有步驟 你的眼線或者眼妝 都會有很大的用的機會 所以如果我遇到這些眼型的人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幫他做了眼的矯形 剩下雙眼皮 然後把眼睫毛的根反出來 你上眼年那塊肉不會觸碰下眼年那塊肉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然後你的眼線就不會溶 因為這樣 我有很多女眼型的客人會問我 明明平時他用了一些很厲害的眼線筆 不知道怎樣用什麼眼線液 都一定會溶 但為什麼我今天你做完那個妝容會沒有溶 到晚上都沒有溶 你是用什麼產品 其實我用的東西和你用的東西一樣 只不過我幫你的眼睛做了矯形 所以它不溶 不關眼線產品的事 而是關你的雙眼皮膠紙和眼睫毛的組合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我說的這一類眼型 而你又不懂得幫自己的眼睛做矯形 那就不要畫眼線和睫毛型 那就不會掉得那麼厲害 就是這樣 好 現在就來到我最喜歡和我最常用的眼線產品了 我們先說眼線液 眼線液畫出來的質地會比較硬和利落 我今天也是在用眼線液 而且橫觀的產品 我發現眼線液普遍的控油度和持久度都會比眼線筆更厲害 當然眼線筆也有些很厲害 等一下說 這四支是我最常用的眼線液 除了3CE的控油度不是特別高之外 這三支的控油度和持久度都會比較高 雖然這個單價是比較貴 但裡面的汁是比較多 所以它可以畫久一點 而它出來的顏色相對沒有那麼實 如果你想它相對透一點的話 就可以選擇這一支 然後如果你喜歡眼線的黑色 是黑得很黑很實的話 我覺得這兩個牌子的黑都是很黑的 而且黑得來是極快乾 如果我用來畫耐眼線的位置 它都可以很快乾 至於筆頭的設計 我覺得這兩個是很容易開叉 那這一個就沒有那麼容易開叉 不過它的筆頭會相對硬一點 即是沒有完美 然後零零色色的3CE 我也很喜歡 但它不屬於極度持久的系列 但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它呢 就是它的啡色很淺色 很透 它可以眼線液得來做到一些筆撞的效果 所以我很喜歡它 暫時還沒找到什麼可以取代它 因為我經常讀錯牌子名 所以決定不讀牌子名 你們自己看那些字 為什麼讀錯你又說我 接著就是我最常用的眼線筆狀 筆狀它可以做到一些漸變的邊 畫完出來眼妝看下去 是會用眼線液比較自然 不過筆狀的眼線筆很多都會容易用 在眼線筆這個範疇裡面 我就是喜歡這兩隻眼線筆 我覺得它夠持久 又可以做到漸變 控油度又高 顏色又多選擇 而且容易用 還有漂亮的 容易用就是它容易顯色 你不用搓它一百下才出少少色 這個又是Q 這個它也持久的 它是軟一點的 沒有那麼快乾 即這個是極速乾 這個沒有那麼快乾 它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要畫眼線的尾 你畫完一點點 然後想要用眼線掃 將尾跳尖 如果眼線筆乾了 其實你就會跳不尖 了 沒有那麼快乾 只有快乾 那時候你畫完之後 立刻拿到眼線筆 跳完它就乾了 所以畫現場眼尾 是會容易控制很多 至於這一支 它的顯色度和持久度 是我暫時遇到最好的 而且筆頭是很幼的 是超级適合画内眼线的位置 不过因为它是极快干 所以如果你想用来画眼尾延长 而你是有点手擦 不可以靠你的手涂手地画一个由粗到有的尖 要用刷子去帮手的话 这个就真的干得太快了 你画完它就干了 那你就挑不开它 就做不到那个渐变了 所以这两支我都很喜欢 我都会常用 但用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情况之下 好 以上就是最常定眼妆用的常见错误 还有我最喜欢的眼线产品 如果你跟着我说的 避开了那些常见错误 而你的眼线都用的话 你才再考虑一下买我刚刚说的那些 眼线产品看会不会改善 还有如果你都想看我最喜欢的节目液 记得留言给个一节 还有记得follow我的IG 我的IG没人follow的 好少而已 但现在想着我会努力一点 它也会出post的 好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Bye Bye 还有现在整个8月份 我们Malap Good小卖部 都在做优惠 还有我们每周二晚做完直播之后 那些新的产品和优惠的产品 就会上架 然后就一个星期 下个星期二就会换 如果你们有什么 喜欢想便宜点买的话 记得不要错过这个优惠了 Bye Bye 现在每逢星期二的夜晚9点 在Facebook上我们都会有一个限时优惠直播 那我就会介绍一些我觉得很好用的产品 有一个优惠的价钱给大家去买 另外我们网上的新娘化妆班 其实已经上线了 是很完善地由零到心 开始说新娘化妆是怎样做的 还有我们这个课程是有30天100%退款保证 就是你买完这个网货 觉得对于你来说没用的话 我们是可以全数退款给你的 希望帮到你们了 Bye Bye